但是你剛剛提到一些什麼酵素 或是檸檬水這些部分的話 那其實事實上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原則就是 如果是大小孩的話 應該就是水分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可能水分不足 可能也會容易造成 大小孩應該是有一點 帶點便秘的問題 那檸檬水對所謂的 剛剛提到的腹痛腹瀉 那是沒有辦法治療 那個根本沒有相關 那個是一個心理作用 對 那酵素是來自於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的酵素 其實來自於比如說像 有一些水果酵素 那它是針對 比如說你帶它出去吃大餐 你裡面有大魚 大肉這些 那這些蛋白質 可能一次在同一餐裡面 大量去吃它 那它不好消化 那你可能在飯後給它一點點 就是幫助蛋白質消化的酵素 那它是有幫助單餐的這個消化 可是如果你的小朋友 都是一直持續性的在腹痛 而不是說只有去吃大餐的時候 後面回來消化不良 那如果是持續性的腹痛 那可能就跟酵素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要看你小朋友的狀況 對 那如果要避免腹腹腹痛的話 產屍的食物不要吃嘛 對 對不對 對 還有其實有幾個飲食方法 我們都會教就是教媽媽 第一個就是說 除了產屍的食物要避開 那不是說完全都不給了 就是說你不要在同一餐給太多 比如說像高麗菜花椰菜這些 你不要給太大量 然後又再配炭菜飲料 對 就是不要這樣重複給它 在同一餐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是一次吃很大量的 這種小朋友 我們也會建議他用 就是你每隔兩三個小時給他東西 他還是會覺得他有吃東西 所以他就血糖維持一個穩定 他就不會在同一餐吃那麼多 這是一個少量多餐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就是其實吃飯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他們 不要讓小朋友邊吃飯邊 就是邊聊天 一直講話這樣 吃飯配微這一種 也容易有脹氣的一個產生 對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說 真的比如說他真的太容易脹氣的話 在喝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建議可以用吸管 吸管 對 用吸管 空氣比較不容易 對 空氣比較不容易 就是大量的空氣進來 對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 確定是脹氣的話 那就是用吸管去做一個 喝東西的一個動作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做一個改善 我們可以學會 大概前一陣子才發了一個聲明 就在講有關脹氣膏 不要隨便亂用 真的喔 對 因為我們的脹氣膏裡面 大部分都會含有一些 薄荷醇的成分 對 那有一些它的那個 髒腦的濃度很高 那你不曉得嗎 你們擦啊 擦啊 那我們台灣這個有 這個 當然你說擦一次不會怎樣 兩次不會怎樣 從早到晚都在擦 那個量可能就有 會造成一些小孩 莫名其妙的就開始 所以脹氣膏本身 我們不要常常亂用 如果是萬金油呢 搓搓搓不一樣嗎 萬金油小孩可以用嗎 因為油的髒腦量很高 所以說還更不能用 更不行 所以薄荷油呢 薄荷 薄荷比髒腦安全 髒腦 可是通常大部分我們買到的 像白花油 萬金油 它都是混在一起 它都有 那比例上應該是髒腦 有些髒腦會比較高 感覺好刺激 對 所以 總之我們就是不要冒這次 我也不是說那些東西不能用 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那個其實第一個 對孩子沒有實質的作用 第二個會有潛在的一點危險 所以兒科醫學會的聲明 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不要再迷信脹氣高了 對 那要做什麼 那就比較重要 對... 第一個是絕對不要吃止痛藥 剛剛我完全就不要 絕對不要吃止痛藥 就是因為你吃止痛藥 結果 把嚴重的腹痛的症狀壓下來 反而 以為沒事了 對 以為沒事了 等檢查到的時候已經很嚴重 就等到他肚子都破了 腹膜炎了 你才發現 糟糕 止痛藥壓不住 對 所以絕對不要吃止痛藥 那確定一下你的孩子 沒有緊急需要就醫的危險 緊急的症狀就是 痛到在地上打滾 簡單講 不管是一陣一陣痛 或是持續的痛 你只要看他越來越痛 痛到他最喜歡的卡通也不看了 最喜歡的玩具也不玩了 然後在地上嗨嗨叫 或是躺在床上身影 這就是要送醫的 有小孩嗨嗨叫嗎 爸媽還不送醫的 對 真的有些爸媽就想說 你又來了 大條神經 每一次要你去做功課 你就在那邊點擊痛 那個就叫做狼來了 平常太常這樣了 講太多次了 對 第二個其實我們就是以安撫為主 剛剛我講告了 其實大部分的 第一名跟第二名疼痛 其實跟腸胃都沒有關係 心情不好 再不然就是 其他的生病不舒服 所以像剛剛講這個脹氣膏 或是這個撫摸肚子的動作 說老實話他有效 搞不好是不是 因為你好像有安撫他 所以小朋友覺得他媽媽 有在關心我 有在愛我 他就比較沒那麼痛了 所以這個動作 安撫 陰調 同理他肚子好痛喔 媽媽抱抱 幫你摸一摸 好 這個OK 可是如果還持續 第三個 你要做一下疼痛的紀錄 痛多久 哪一種形態 甚至現在很厲害 我們手機都可以拍 你把它的 馬桶裡面的東西拍一拍 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這實在分辨實在太陰了 或這個不行 這顏色有問題了 這個我們都可以從 它的顏色質地 去分辨你的小孩 腹痛的原因 後面原因一堆 讓醫生來傷腦筋 好的 來 接下來呢 小孩常出狀況2 好 我們來看狀況2 就是便秘啦 便秘 便秘的情況應該也不少 是啊 小孩子挑食 對不對 甄莉 小孩有沒有 所以我兒子 其實真的挑食是我兒子 你兒子什麼都吃耶 你不要看他這麼胖 他真的很挑食 真的喔 不吃水果 不吃蔬菜 那他吃什麼可以吃成 身材這麼好 肉食性 飯吃肉 可是他就算像現在 他的飲料已經 就是沒有飲料了 他現在的飲料就是水 可是呢 他大便出來 都是一顆一顆 像那種羊大便 他要蹲很久 就沒有蔬菜啊 他要蹲很久 因為他沒有吃這些蔬菜 這個就是便便的水分 被腸套吸收回去了 對 所以他就會變那麼硬 他的蔬菜 他就只吃高麗菜 他真的只吃白色高麗菜 高麗菜是屬於低鮮的 低鮮 他就覺得那個是蔬菜 綠色那些 他就沒有那麼愛吃 然後我們都強迫他 可能就吃一口 吃兩口這樣 所以他因為挑食 所以他其實很便 所以我就覺得他肚子那麼大 應該就是滿肚子大便 他多久上一次啊 他其實是每天都有上 但都是那種狀態 對不對 對 有點習慣性 文婉呢 我跟你講我真的講到大便 我真的憂心忠忠 又忠忠 你看我的臉 他腹脹也憂心 不是 我跟你說 不是 因為我覺得 你說腹脹腹痛 因為他是 我女兒是偶一為之 他會告訴我他不舒服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 我先講 因為最近我覺得他要發育 那我就是趁機 去帶他去照一下S光 我看他的生長版嘛 才知道狀況嘛 因為他常常會覺得很痛 後來醫生告訴我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滿肚子便便 我覺得我懷疑感是這樣 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 最恐怖 沒有大乾淨 我跟你講 最恐怖是什麼 你看那個便便 殘留了多少年了在裡面 對 而且你要知道 沒有吧 沒有吧 素便可以高達7 8公斤 那是素便 我跟你講 不是喔 那個昌明哥他這樣 不是在開玩笑 我真的懷疑他已經是 很多年的成年的應變 我真的不騙你 而且那個醫生告訴我 他可能把他 不是只有在腸子 可能醫生比較知道 可能他會在上面一點 什麼結腸什麼的那個部分 有可能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說 我一定要跟他的大便抗戰 我從那個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覺得 因為他也不喝碳酸飲料了 甜的東西也不喝了 他現在全部都改水 很好啊 頂多是酵素而已 然後再來我盡量不外食 因為這種我發現 我自己也脂肪肝出現了 我就知道外食很恐怖 吃太豐富了 沒有 就是外面的油太髒 我覺得油太髒 我自己認定 我們都知識不足 可是我覺得 我就盡量內 就是在家裡吃 不管再怎麼忙 然後我最近 就是開始就是 可能做做什麼 番茄 炒豆腐 然後青菜會加一點菇 然後盡量就是肉減少 然後或者但用蒸的 然後我煮可能 煮湯也是 就是以蔬菜為主 頂多加一點排骨 我就用這些去替換 然後去又醒他說 你大便吧 你大便吧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到現在有點好累 你知道嗎 很累的地方是說 我已經第一天問 還沒 你不要逼我 第二天還沒 第三天也沒有 所以他已經變成一種習慣 比方說他可能 三四天才排一次 你這樣做幾天 大概快一個月吧 到現在一個月 還沒有成效啊 沒有就是他就是一樣那個 都是三四天才上一次 對 他就是這樣子 很奇怪 我現在一直很掙扎 反正醫生我一直很掙扎 是不是應該帶他去把那些 全部弄出來再說 啟琴妳小孩 我女兒 就我女兒啊 她就是一歲的時候 不是要換奶 那我就給她換錯奶 因為我一直搞不懂 為什麼換奶會造成她的便祕 因為我媽一直在罵我這件事 因為我堅持 因為我就說為什麼換奶會便祕 我不覺得 我覺得是她自己心裡作用 然後但是很像是真的 因為奶粉的問題 後來我再換 真的會啊 真的好奇怪 有沒有說小孩比較敏感 然後我就換了其他的奶粉 她大便就其實就是很順暢 可是在那一段換奶便祕的過程 已經造成她 心裡面的壓力了 她已經會害怕大便這件事 所以她才一歲多 她不會講 可是每次大便就是 全家人喔 我媽等會我 尤其是哭著拖去大便的 不是不能拖 她沒有辦法勉強的小孩 她會更有陰影 妳們幹嘛全部的人都看著她吧 沒有就是 因為她一歲 她大便是不給人家看的 就是全部我們要關起來 然後在外面說 妳好了沒 而且我覺得她覺得大便是一件很髒的事 然後是 很髒 然後不可以讓人家靠近我 就是她自尊心的感覺 她大便 不管在百貨公司 我們不是說要在裡面等她打 她就說不行 妳就是只能在外面陪她 好 我想剛才講的有一個很大的盲點 是我們絕對不要用X光 來診斷妳的孩子有沒有便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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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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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